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吳 然後今天我們要來買這個釣蝦新手的裝備 就是介紹新手從零開始要買什麼裝備 你會比較好上手的部分 然後我們今天來這個嘉義市釣具的店裡面 它算是實體店面擁有最多產品 實體店面最大的 會做中年釣具 好OK那我們繼續挑選我們釣蝦新手的東西吧走 然後我們來嘉義店裡面 然後這邊左右兩台都是蝦桿 然後我想新手一定不知道怎麼做挑選 那我那間新手現在不要買那麼貴 我們先從兩千塊以下來開始進行購 所以這邊這一台就是兩千塊以上 那我們這邊就先暫時不考慮好不好 那我們從這邊開始吧 這邊呢你看過來這邊都是兩千塊以下的竿子 然後我們今天要選擇的竿子是 我們的釣法是天秤 我們要用天秤去釣蝦子 所以我們就必須拿一把夠硬的竿子去配合我們的天秤 在你開箱的時候才有辦法把勾子 勾進去蝦子的盒裡面 因為蝦子是假的類似的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 他這邊的竿子我認為 一把 一把兩把 然後 還有 看一下 剛 看了一下 我覺得這三把會非常適合我們 新手做購買 作為第一支的竿子 然後我們先從便便便開始講 便便便喔 他是一支 算是 在 下竿裡面 流行很久的一把竿子 然後他評價也蠻好的 然後 價格不會 主要是他價格真的不會 然後呢 他擁有 567 的尺寸 可以做挑選 他567 或者是678 那 以我們 中能部來說 正常來說 都是以 7尺 最長為主 所以我們就挑 567的就可以了 這一把 金光33 金光閃閃 這次 他一樣是567 然後呢 他說 這邊是雙尾配置 然後呢 配送尾塞 配送尾塞的意思就是 讓你可以 更輕鬆的放置在桌面上 不會 讓竿子滑落 然後 19掉就是說 這竿子比較硬 他是19掉 然後一隻竿子切成10個等分 他只有 前面那一個等分會彎下去而已 比如說像這樣 他會彎下去一點點 28掉會再更彎 然後 37啊 60 所以他是比較適合 做天平釣法 的竿子 天平摩影 天平摩影 這一把 他就今天講天平摩影 他是 摩影 摩影蝦竿的升級版 主要是讓你掉天平使用 他也是比較硬 他也是比較硬 因為現在釣蝦界的主流 都是以 19啊 28掉的竿子 為 現在主流釣法 那我們從這30竿子 進去挑選 然後 看你喜歡哪一把 的塗裝 或者是你可以請老闆 抽出來給你看 看一下我們自己喜歡的手竿 怎麼樣 這樣 然後呢 如果以我來說 我會選擇的是 變變變 第一個 他評價真的不賴 很多人 購買的時候 第一把竿子是他 對 很多人上手的竿子 真的是變變變 所以 我會選擇他 然後 會提這兩次是 供給大家 更多的選擇 OK 那我們竿子已經選擇完了 我們選擇的 變變變 然後呢 接下來 也算很重要的 我們要挑選 我們的 釣子 我們要釣天平 然後我相信 新手一開始 當然是 沒有辦法自己去 綁不住 手綁 自己綁的根底 然後去 配合自己 要的東西 所以我會建議 新手 一開始來買 這種組合包 看一下 現在釣具店 很多這種 阿鍋的組合包 它會配水深棒跟天平給你 還有 鉤子 看一下 往下帶 好 非常多的組合包 然後呢 我們今天 我的設定 我建議新手使用 三分的 標 三分重的浮標 然後 我們的竿子是 最常吃到七尺 所以我會建議新手 拿六十的線就好了 因為你拿七十有時候 我們開槍 的時候 那個自線 新手可能會把自線 留得太多 變成說你開槍沒有力道 所以我會建議 你買個 六十 六十三分的就可以了 阿你看 像它這個有沒有 它其實也不貴 以四百八十塊來說 我覺得新手在 上路 我覺得這個 價錢不貴 第一個是它有附 一個好的釣組給你 已經綁 綁好了 不用再自己綁 裡面有一顆阿波 然後呢 有水深棒 水深棒在這邊 再來 我們有天瓶 這邊有一支天瓶 包含 你鉤子不小心斷掉 或者是已經 鉤間燉掉了 它也有 配了一個 天瓶鉤給你 天瓶的當鉤 我覺得這蠻貼心的 所以我們今天會選擇 像這一種 來推薦給新手做使用 然後 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然後 我們下一步 就到釣想 實測追逐 到底好不好用 還是要來 我們走 來自行 走 我們來自行 我們來自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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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